看看新闻吧 好声音聚集了极高人气 总决赛自然博得更多关注 但是作为整个赛程 唯一一场直播节目 决赛学员必须现场真唱 而正是这样的要求 却为昨晚的好声音 引来争议无数 不说啥了 好声音这是在干什么卖啊 假唱破音走调 难得直播一次太浪费了 音乐选秀 还要经得起直播的考验才行啊 假唱破音 作为所有歌手最忌讳的词汇 同时出现在一场 专业音乐选秀总决赛当中 着实让观众难以买账 开场曲十六强全体假唱 当晚的年度盛典开场曲 请回了十六强全体学员 现唱歌曲龙的传人 尽管歌曲本身充满激情 观众也兴致盎然 可当镜头扫到某些学员 当成一号树龙的残忍 黑眼睛黑中的黄一步 尚未举起话筒 声音却已经飘了出来 一时间假唱一云引发众人吐槽 口型怎么丢上了 是电视机坏了吗 这难道不是直播吗 为求证假唱是否属实 借着几次尝试拨打 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电话 始终处于无法接听的状态 但在节目结束后 陆伟曾经透过媒体表示 开场秀下午进行了北拨带录制 由于直播信号受到台风干扰 工作人员临时切换到陆伯线路 但此后的比赛环节全部是直播 总决赛学员接连破音 比赛环节均为直播 在接下来的节目进行中 很快得到了印证 在第二轮比赛中 学员萱萱献唱一首难度极高的经典歌曲 最后一段副歌 萱萱几乎生死历解 两度疑似破音 最终萱萱在这一轮比赛中止步 离开舞台前不知是为抒发感慨 还是力证自己的唱功 萱萱即兴轻唱副歌部分 可一开口却又为自己惹来了 走掉的争议 随着比赛推进 学员的紧张情绪有增无减 在最后的终极PK环节中 冠军争夺者张恒远再度上演破音戏码 就算是全权撒满了 坏宝 实际上 如今的选秀决赛赛制往往相当复杂 奋战至最后的冠亚军通常要拼尽全力 连续演唱三四首歌曲 对于非专业的学员来说确实是极大的挑战 而紧张和高压往往右压的学员们喘不过气 所以只要不太过跑篇 偶有失误 相信观众仍能给予宽容 终极PK现唱快男主题曲 也是张恒远的最后一首歌 《追梦赤子星》让原本就熊熊燃烧的吐槽之火 愈演愈烈 没错 这首《追梦赤子星》正是刚刚落幕的快乐男生主题曲 不同于张恒远的褒贬不一 快男十强的现场演绎则收获更多好评 好声音这是在向竞争对手致敬吗 其实争议也好 吐槽也罢 都是观众对新声音的热切期盼 而这些学员们比赛结束之后的发展 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新闻在线 曾火报道